然後我想問一下大家有需要就是 一起同一個時間出去休息 還是說各自出去上廁所 那就各自出去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還是進行一下 那我覺得大概十分鐘的休息時間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剛剛Jenry有說到 就是之前永春在聽證會上 遇到一些狀況 就是說都根的就是來現場參加 公聽會的那個居民也有反對 就是說為什麼現場會有人 在拍攝那他可能甚至提出說 那是他的肖像權 他覺得不能被拍攝這樣的說法 那如果大家有在這段時間想要休息的話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大概播個十分鐘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第三part的部分 會比較針對說實務上 因為接下來就像剛剛Jenry講說 官方其實會有一些回憶 未來也會常常會說 網路媒體或是公民記者 要不要來參加一些座談會 或是現在有很多運動團體 可能都會跟友好的公民記者說 你要不要來採訪我們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如果自己想發一個公民記者的話 大家要注意什麼樣子 你會不會病人說 我只是在幫一個運動 某個運動做一個轉播人員 或是說我只是在官方 幫官方背書說 好像我們來到現場了 我還聽過官方的說法 那官方還沒告訴大家說 我們已經有開放網路媒體來參加了 那所以我們有聆聽民眾的聲音之類 這樣的說法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稍微針對 那個後續的一些實務的東西來討論這樣 那第二部分我現在就是 大家要休息的話可以休息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影片 給我們慢慢用了 當中的事情 所以我來看一下 一般的事情 我們找到這幾個都是 的有半個月的法和 我們來看 一次 這些是 是記者者或什麼的希望 我們還是禁止各地來入園入園 抱歉 因為今天的大家都這樣關心這個案子 在火發言之下我一個請求 人生確認自己有一個請求 在座我接受現場的規定 現場的攝影機我接受 但是其他後面的一家抱歉所會公平反應 在我發言的同時 慢慢你們發表你的攝影機會相信 我不願意或者想想你們的事 因為我不確定 好 但是你們放棄的那些人你們會不會如是開展 或者是給我改了一個人為的東西 在此我也保留我所有的校下 和我所有說出來的東西的一些事情 那麻煩那個富富人民麻煩 痛一下跟我進行 他們把這些幾個表情 我尊重妳的同事也麻煩妳的同事 這是一個 要公開獨立 就沒有要幹什麼 我們在這裡非常不要把握 我們在這裡非常不要把握 那個美景部會 中共不是什麼情緒 但是要有政府 它講的不是民主 是公民團體 我們希望 不是只有蔡小姐 不是只有蔡小姐 而且我們都太棒了 剛才我才推薦 今天我們都太棒了 你們安組有把握座 錄影跟錄影的工作選擇 對不起 這台式 是確定嗎 這台式 你們都很重要 我請問是哪一個人 是這個人會嗎 蛤 我有 對不起 他們接著在上面 是誰都不明顯嗎 那是不是因為 我也隨便去立即到 我上面請關閉記錄影 沒有 我建議 尤其是那個什麼 都市幹線上的手臺 也會是狂風猜的 他還給你關掉 那個 草風狂的小姐 你也可以關掉 那是短途跟人的 你沒有誠意 不是嗎 好不好 你們麻煩請關掉 謝謝 謝謝 我想這個是 我們要記者證嗎 公民記者沒有經過證嗎 要記他嗎 公民記者是打工會議評文承認的 合法的記者 請問我可以拒絕被開嗎 我可以拒絕你當上面拒絕 不然拒絕 你要拒絕 他會拒絕 你會拒絕 你會拒絕 他會拒絕 你會拒絕 你會拒絕 那你為什麼來拒絕 你開腳 我可以 我不要再跟真的 我跟你們說 拿回来 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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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了這事,在排隊之中,我就明白, 所以,最強化的努力,你說,是正式的寄屈, 所以,你不要說到你貴賓好不好, 你說,你喜歡去那邊,不太照, 不是啦,這裡你在這邊,不是你不要走過去, 我是說你高越線,好不好? 在這個地方,要不是你,而警察要處理,好不好? 對 教委在這邊 教委在這邊 就是我們沒有拿到的 但是他跟他看到的是內部 你跟聽都會有話 你跟聽都會有話 你跟教委請來去處理 教委請來去處理 因為自由是你說的 我們也沒有要認定好不好 每個人都可以有他們的 就是要憲 我們請來回答問人 我們請出採訪的電影是熱門的快過來 公平公開 不是電話的嗎 我們要來講 我們要來講 沒有主席的民主 那幾位 會讓進入這個 這兩個 憲法場的 一種 然後明明 他們以來 或什麼地方 或者是一個 社群的團隊 拍手 拍手 來拍手 拍手 接手 接手 他們要讓他們看看 他們敢不敢誰來抬你們 怎麼這樣你還要開手啦 我宣布我們今天有股價的陸營陸營在各個角落 有什麼名字為需要 你都可以依照正常的情緒 申請 所以不必 不必跟人家有足利的硬核 不會斷章起立或怎樣的特用 我想 相互訓 好不好 我相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新聞媒體 有拍攝的自由 那現在 只會 一點 那個 驚動 不是新聞媒體 有新聞媒體該拍的東西 那跟市府有沒有拍攝是沒有關係的 我新聞媒體需要拍攝我的 沒有 沒有 所以我 我需要拍攝 這是我的工作 對 台座 萬一他有 這個 部房 或者部的運動 會不會是這樣的地方 有媒體管制的機制嗎 他沒有任何人 沒有辦法受到管制 你要怎樣 這個樣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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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在 請問 好 今天最終想要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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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媽 請問你們說 文書正寫說 10分鐘 讓媒體在這邊架設是有意義的嗎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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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公平公開 對啊 那你要補習描 所以 不再互講 公平公開 廢話 對啊 就 問眾啊 我們 主席 House of Texas 你是不是把公文拿給主席 你要不要協調一下 對啊 對啊 你是不是要給新政會是公平公開的嘛 就是私下誰表現 新文年底既有人民記者練習 聽證 既然指定去錄和照相 邊上掌聲 那個人會報是現在不能要同樣佔中的 很安靜 安靜的關係來自以後 我們沒有在訓練好 即使你溫馨的關係 你沒有關係 你沒有關係 其實你都在正當的旅行上 我依舊保留我的所有的選定好 那除外呢 我們大眾在後面的想要拍 我可以盡量的拍 各位拍 在每個禁止拍 那我自己沒有讀書的 那我剛剛在想到 第五八九號解釋給我往上 在公開場之下 個人資料是全場 那我們這連續應該好好演出 謝謝 對不起 我剛剛後面超激況 是因為那時候手持攝影機 然後要去拍那個澎湖山 先生被圍住嘛 然後後來被所有居民圍剿 所以那時候是氣到發抖 一直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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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因為很生氣 因為一直要幹嘛 argue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要去這個聽證會之前 永春都更案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因為已經爭議十幾年了 那最近是因為文靈院的案件 那個大法官釋憲之後 要補那個聽證會的程序 所以永春案現在 現在在七月二十五號那一天吧 補這個聽證程序 那雖然是有九成的同意戶 那只有一成不同意就是澎湖山先生他們嘛 那就是我沒有想到這個聽證會 因為我之前沒有報導過這個的新聞 所以我沒有對這個聽證會有太多的想像 我就想說那我就去拍這樣 那其實也是澎湖山先生問我說 問我們可不可以去 那我想說我自己沒報導過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那所以我就去了 卻沒想到就遇到這樣的圍剿 就是有一位永春的同意戶說 我有我的肖像權 然後我不想要被拍攝 那他其實是更針對除了我以外的 因為他們不認識我 因為我第一次去嘛 那所以他是在我旁邊有其他三位公民記者 那那三位公民記者他們認為就是說 你們這三位公民記者就是 都市受害者更新聯盟裡面的人 你們不要再裝了 我不想給你們拍 他其實要針對的是那個喔 那所以他就是現場要求說 他不想被拍攝這樣 那所以他又轉了向主席 就是請他裁量這件事情 那主席當然就說 那就是先就不要拍攝 那我當時有一點就是 有一種想要覺得說 因為其他人沒有講什麼話 但他們可能就是一直被圍剿 那他們當時就要求看我們的證件 那我們就拿了我們自己自製的證件 那他們當然沒什麼疑問 因為他們不認識我們這個媒體 但對其他人他們就很有意見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持續的要求不准拍攝 那我就覺得說我可能要講一些話 所以我才有當場跟他們說 因為後來他們也就是轉了針對我就說 小姐不是說不能拍攝了嗎 你還開你還拍啊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才有跟他們講 那不可否認識 這場聽證會的這個公文上面 已經很明白的寫說 就是十分鐘內架設完器材之後 你就是全程可以採訪這樣 那沒有說什麼 那剛剛有些居民是誤會說 十分鐘都超過啦 他有誤會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跟他們 argue這件事情 那我第一次被就是 因為以前都是面對警察或官員 叫你不准拍攝 那你後來越來越有經驗 你會覺得說 你是公部門 憑什麼不能被拍攝 被採訪 那我第一次被一般人 就是圍剿 就是圍剿 還有要求不准拍攝 那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記者沒有什麼特權 如果我的時候 就是譬如說我要採訪你 那你已經明白 表示說我不想被你採訪 那我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不要採訪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 多大權力一定要拍攝到你 或是侵犯到你 或干涉到你 可是在那個場合 他是一個聽證會 縱使我對這邊的九層同義戶跟居民 我還是有一絲的憐憫心 就覺得說 你不想讓我拍 那我是不是不要拍呢 這樣子 可是基於 他是一個聽證會 所有的發言 那些民眾 居民都要簽名 來就是 他講完話之後 他要簽名 表示說 這段話是我講過 或是會議 他們是要簽名的 所以這沒有什麼 不能拍的疑慮 或不能採訪的疑慮 那在這個公共場合 你參與的這個公共程序 也沒有個人肖像權的問題 因為你已經把你的肖像權 或是你在參與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沒有一個 我沒有侵犯到你隱私權的問題 因為是你自主過來的 而且你自主參與 而且台北市政府的攝影機 也全程有錄影啊 所以你是選擇性 只給公部門 不給其他人嗎 真是很奇怪這樣 所以 才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現在政委 他的規定就是說 是最後的裁量才是 交由主席來決定 其實我好像查了一下 好像 好像還是可以拍攝 我記得好像沒有 行政程序法的話 他是可以拍攝 可是通常主席竟然會攔 對對對 可是他們還是會制定一個 自己的意識規則 比如說 比如說剛剛那個 是像那種情誼可以對主席喊 就是主席根據行政程序法 第幾條聽證會是可以採訪的 而且任何人都得以拍攝 他甚至有直接提到錄影的字樣 然後你現在的命令 如果你是違反行政程序法 如果你執意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會向主管機關提出訴願 而且向監察院提出糾局 他們通常就是會避折 所以 可能這些主席或這些官員 還是維持著那種 他們有裁量權的一個狀況 所以 但當時我也是不管啊 就是 是主席講的 我就覺得說 我不管啊 就是你講這就是違法 但是對於一般居民 我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就會覺得說 那些居民不曉得被我拍耶 那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回去 就是有做討論 就是 我真的不覺得記者有多大 沒什麼了不起啊 就是 所以 這個居民的說法 讓我有 回去有小小的思考 那在聽證會上面 我會覺得說 我是站得住腳的 我是可以拍攝 而且我絕對不會斷 我沒有斷張取義的疑慮啊 我整段都放上去這樣子 再來 我覺得現在最常聽到的 一個用語叫做肖像權 那個 現在的警察也主張肖像權 肖像權 肖像權指的是什麼東西啊 肖像權指的是 對於你的神像使用的權利 所以說 並不是我今天拿著攝影機來拍你 我拍了你 我有沒有用你的影像 我把你拍下來之後 我使用你 譬如我把畫畫往上去 就會牽涉到你的笑上去 但是單純拍攝的神話 跟笑上去 並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東西 需要去做理性 太多的人在使用這個名詞 其實重點是我拍你 我拍了之後 如果說我用你的影像的話 那我可能會進來影像 但是我拍攝本身 不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 那是另外一個人自己的問題啦 好 就是說我今天 我今天對著你 一定要對著你 然後他是不是公開場合 或者是那個人 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是 那是你們之間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單純只是在拍攝這個階段 你還不牽涉到肖像權的問題 不過那如果是 把它拍攝 然後放到網路上 基本上就是 我撿 可是如果說這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或者說它是一個公共議題的話 是不是代表 我們個人上 也不太可能去主張說 欸我不能被拍攝 因為基本上在一個公廳 可能是聽證明一下 不然媒體基本上 現在去拍攝 可是要看情況啦 因為譬如說它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但是問題是它的身分 有偵義 譬如說它是犯罪被害人 然後或者是它的 它的身分上有特殊的東西 也不能夠完全有一個單一的標準在 但問題是說肖像權這個概念 是在於人像使用的部分 不在於人像拍攝的部分 所以你不管怎麼樣 是不是要被拿到這個地方來用 那如果未來是直播的話 是不是就會很 很難那個 就是你找不出一個 一致的標準出來 而且你把東西一講死了 就會有另外 對啊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剛剛有人有問題嗎 那那個我們進入第三個部分 等一下再一起讓大家那個現場